來我們看一下範例幫的獨立事件的定義這邊 我們看一下這邊 他說已知 概念空間有兩個事件 A 跟 B 那 B 應給你的 機率是三分之一 A 或 B 機率是六分之五 然後呢 題目說如果 A 跟 B 互次 請問你 B 機率是多少 再來 如果是獨立事件的話 B 機率是多少 這個題目已經告訴你一件事情在這邊版畫起來 好 圈起來 他說有些同學會把獨立事件誤為於他是負視事件 所以請你把他弄清楚 來 負視跟獨立有什麼不一樣 什麼是負視 對 負視的意思是沒有交集 對不對 那獨立是什麼意思 獨立是什麼意思 你覺得 老師 獨立是互不相關 互不相關不是沒有交集嗎 聽起來就感覺有點對 好像是對的 上次都不對 互次是沒有交集 所以你把它記一下 互次的話代表的意思是 這個 A 且 B 的那個機率呢 肯定是零 就是兩個同時發生的機率是零 這叫互次 懂了齁 OK 可是如果今天我講的是獨立呢 獨立的話是說 他們兩個之間沒有關係 但是他們的機率呢 A 且 B 的機率你要怎麼算 是 P A 乘上 P B 這叫獨立事件 他們是兩個相承 聽懂我講的意思嗎 雖然他們兩個之間沒有關聯性 可是咧 他們兩個可以同時發生嗎 因為他們可以連在一起層嗎 這叫做獨立事件 聽懂嗎 OK 然後互次是說他們沒有交集 所以他們兩個同時發生機率是零 這樣會來喔 我舉個例子好了 請問你 呃 我丟一個骰子 是兩點 然後呢 用一個硬幣 用一個硬幣正面向上 你認為 我可以講這些事情 就是 丟骰子跟這個 丟硬幣 這兩件事情 是屬於獨立事件還是故事 獨立對不對 因為你發生那個骰子極點 跟那個硬幣正方面 兩個之間沒有關聯性 是否有關係沒有錯 可是 他們兩個機率是要兩個相承的 對不對 這叫做獨立事件 可是如果我說 請問你 我丟一個骰子 然後呢 我告訴你說這個 大於5點 欸對不起 應該在講好了 我丟一個骰子 然後呢 這個 有兩個事件 一個是呢 這個大於3的機率 一個是小於3的機率 不是 A事件是說要大於3 B事件是說小於3 你告訴我這兩個事情是 獨立還是互次 互次 互次為什麼 因為你既然大於3 就不可能同時小於3 所以他們兩個同時發生的機率是多少 B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這叫互次 會啦 OK 好 那時候我們看這個題目 來第一想題 他說如果是互次的話 B多少 來吧看這裡 這裡有寫到 P的A或B點怎麼算 P的A或B 就等於PA 你就利用排鋒的原理嘛 對不對 PA加PB 減掉P的A且B 那這個呢 就是6分之五 這個呢 就是3分之一 這個就是你要答案 x 減掉 來P的A且B 因為他是負次 所以他的機率都要 0 所以答案算出完了 所以x等於6分之 乘以2 乘以2 就6分之2 一過來變成了6分之3 所以答案就等於2分之1 好 這是第一題答案 第二題呢 他說他們是獨立事件 那如果是獨立事件 那你怎麼想 獨立事件 一樣 你也是利用排鋒的原理可以算 來吧 P的A或B點什麼 PA加PB 減掉P的A且B 對不對 一樣 還是用排鋒的原理 但是呢 寫法不太一樣 這裡一樣寫6分之1 沒問題 這裡寫3分之1也沒問題 這裡寫x也沒問題 這裡寫4分之1 你知道嗎 這裡應該寫3分之1x 為什麼 因為他是什麼 他是獨立事件 對不對 所以我的A且B應該是PA乘PB 對吧 那接下來怎麼辦 寫一顆就好了嗎 這個應該不難 所以我可以先通成6倍 5等於2加6x 減掉2x 所以x就等於4分之3 OK 這樣子可以啦 好 這裡寫上去 比一顆 2 2 2 4 5